要是说起我国最低调的首富 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在网上关于马化腾采访视频并不多 但是关于他的表情包就比视频多很多 而说到马化腾关于马化腾的老婆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网上流传着好几个他的名字 但都没有经过马化腾本人证实 可谓是最神秘的富豪老婆 越是神秘就越有很多网民想要了解他 要想知道马化腾老婆 还得从马化腾的发家史说起 有意思的是据马化腾本人透露 马化腾和自己老婆还是在自己创办的腾讯QQ相识 也是在当初那个年代最早一批进行网念 马化腾于1971年出生广东汕头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马成树曾担任海南八所港务局副局长 1984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第四个年头 马化腾随父母定居深圳 198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深圳大学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 毕业后在一家润逊软件公司作编程时 而对于马化腾第一桶金 是自己由敏锐的股票市场10万元炒到70万元 为其创业打下了基础 马化腾真正接触互联网是在1995年 这已经是马化腾在润逊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1998年马化腾和好友张志东 合自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创业之初马化腾率领自己的团队 做网页 做系统集成 做程序设计 但由于不懂市场和市场运作 腾讯的产品拿出去向运营商推销 却经常被拒之门外 和其他创业互联网公司一样 资金和技术对那时的腾讯是最大的困难 在马化腾为腾讯的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 ICQ的使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遥远之时 使用ICQ成为全球风尚 美国在线对ICQ的收购和推广 让无数互联网从业人员 看到了互联网社交通讯行业的巨大商机 于是腾讯开发出第一个中国本土的ICQ 受到用户欢迎注册人数疯涨 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 在当时开始决定做OICQ的即时通用软件 但是在OICQ之前就有一个ICQ 没做OICQ在当时是抄袭ICQ做的即时通讯工具 而在2000年左右 腾讯的OICQ抢了很多ICQ的中国用户群 刚成立三年的腾讯就被ICQ的母公司起诉侵权 马化腾就集中甚至改名为QQ 除了名字变化 腾讯QQ标志一直没有改的还是小企鹅 用户也没有因为改名而减少 反而是稳固增加 而马化腾也在那个时候认识现在的妻子 那时候QQ正在研发阶段要实验家人功能 而在当时测试权限的时候就由好友过来加他 两人就在网上聊起来了 当时的马化腾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是说自己是个工程师 而在后面因运因QQ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 为了能让QQ存活下来 马化腾和他的腾讯公司几乎承包了当时所有网络业务 网页设计 系统集成 软件开发 培训教学 只要能赚钱他们都来者不去 在后面发现这样不是一个办法 于是马化腾拿着改了六个版本 二十多月的商业计划书 开始寻找国外风险投资 最后碰到了ID机和银科数码 获得了第一笔投资 腾讯的发展才开始逐渐步入正硅 在其后面看到QQ的成功 中国也进入一栋互联网后 马化腾团队就开始研发出了微信 有了之前QQ的前车之鉴 微信算是稳步发展的 在2012年微信刚发布的时候 使用用户就颇一亿 很多QQ用户都转到微信来 而除了聊天工具 腾讯在游戏上面也有投资 才有了后来腾讯游戏 QQ加上微信还有腾讯游戏 还有腾讯一些旁系软件 就也让马化腾赚得盆满钵满 很快2018年马化腾就成功挤入 福布斯十大最具影响力CEO排名第十 从2015年开始马化腾就一直在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名单稳居前十宝座 在事业的成功 马化腾也一直在做公益活动 相比马云 李嘉诚 王健林 这些经常活跃在媒体上的富豪 马化腾可以说是 闷身发财的乐商典型代表 相比于马云指点江山的高调 马化腾的企鹅帝国是低调而又深沉 而对于马化腾的妻子 在网络上有很多传言 据了解马化腾妻子是潮州人 马化腾则透露自己和妻子的结识 不属于完全意义的网练 更多的交往和认识是在线下进行的 网上有在传马化腾花六千万半的婚礼 但是不大符合马化腾的一贯作风 马化腾和妻子两人的婚礼很低调 直情的一些老员工和老朋友 还有双方的家人 在婚后不久就生的女儿马曼宁 而夫妻两人的感情也是一直都特别好 也一直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作风 你对马化腾妻子有什么了解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